陛下知道 所以让我对刚才的刺客 不许追究 也不许追问 可是是为什么呀 现在正是紧要关头 正是用人之计 我可以做很多事的 难道 是因为楚国公给我的牡丹 爹爹赐你牡丹 意在试探 陛下是否有纳你之心 而陛下给的回应 是将你调回紫衣局 并与弥沙郡主亲近 一副想要跟郑无连音的模样 你觉得 他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呢 小傻瓜 陛下在保护你呀 我可以帮你 去哪儿 我要回宫 我不需要这样的保护 我身为执剑人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我不会与陛下有儿女私情 也不会身为陛下的妃子 楚国公大可放心 楚国公不会放心 而他对不放心的人 宁可错杀 也绝对不会放过 所以 若是你真的为陛下着想 想回他的身边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让我 成为他的皇后 祝福 跟随便 都不能放下来 我